我们今天叫胡佛姐姐对长周末,在此为大家节日好,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说一到哪一天是洋茶队出国嘛,哪一天出国哪一天移民,现在当然没有移民的朋友,就是到了探亲也好,就是我们简单的就是每个人一两分钟介绍一下,从这个先生开始,绕一下一下。 我叫高丽媛,这个是初六七届,初六七届,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号下家,我的老家山西,但是我虚然长大,后来去了陕北延,插队也是在延啊,陕北很窑洞了。 这个陕北的,按说的,前往十三年了,你看看,这个后来又去了四川,又去了东北还待了两年,反正我这个经历就跟着我,跟着国家这个,那时候真是这个国家的形势吧,完了以后,改革开发,我去了深圳, 然后又去了九四年到这儿。 那我先懂,我的老家是杭州的。 那从六九年四月十四号,实际上上山下山到那个东北香兰农场,哈尔滨,啊不是,黑龙江,香兰农场,在那儿待到七八年,七八年的七月份吧,回杭州。 然后回杭州呢,在一个工厂,后来又到一个住所工作,然后呢,最后呢,九零年呢,又到深圳去工作了,最后在深圳退休了。 然后呢,二零零九年,退休以后,到了加拿大。 目前呢,实际待的,在加拿大待的时间两年还不到。 我呢,我叫裴尔辉,我可能比在座的多亚年龄大一点好。 我是六五年到,就是直接到新疆的,然后八二年回上海,然后九八年到加拿大。 所以,下山的就是清修。 是六八年,六八年十一份,下乡到黑龙江省藏有个农场。 在农场待了六年。 在六年之后呢,就是属于公民选,当时被选送了,就是到达连理工,读书。 比如说,毕业之后呢,就分配到了武汉游电科学院。 在武汉游电科学院,以农过的三一年。 最后,退休之后呢,去年我大概来过。 我对女儿在这里探亲,去年在那做了八个月。 后来回去之后,去年年十二个月就过来,大概四个月。 头一次到这里,因为也是同学。 那你现在不是英才了。 我不是,我来探亲。 我们这两个探亲。 他不是……你没想起啊,自己。 我是五八年出生,六十年参加了神经典玩场工作。 工作五年,选送到大陆平原的时候。 大陆平原的时候,大陆平原的时候。 毕业以后,翻到了武汉游电科学院。 现在古早退休,到二十年参加了图形。 就这样。 跟我们一起来看起来。 孩子的这边。 对。 对。 轮到我了。 声明一点啊。 我不是知情。 咱是谁知情来的? 这是我老伴。 我们俩来自谁啊? 我原来是当兵的。 所以我就得少介绍点吧。 我姓坎。 一个门子里头,一个勇敢地干。 你大概下乡那会儿又当兵去了,是吧? 对对对。 那躲去下乡了。 那你那会儿多少岁啊? 你是不是应该下乡我们那个年龄啊? 我记得十八岁。 十八岁。 完走后门当兵了。 对。 现在让他介绍啊。 他是, 正纯智晴。 我是智晴啊。 我是老六八的, 号称老三介子。 八年九月十七号, 当时沈阳城啊, 浩浩荡荡开出去的, 拉出去二十万智智晴。 这个最早的是九月十五号。 然后就是, 当时沈阳城。 六八年。 六八年。 当时沈阳城大街小巷, 全是拉直青。 在能寸干了四年吧。 然后呢, 就刚才我跟说, 那个, 那个, 到那个, 抽回来学徒。 当那个, 我的基础工种是策工, 不知道有工厂呆过的, 西六二零床的。 你哪天出来啊? 我是七二年。 七二年。 那也大概四年了。 大概四年。 我单单摩索。 摩索。 那我们都经营商。 对对对对。 嗯, 然后抽到工厂。 学徒和工厂。 干了十几年。 后来呢, 这个, 上学。 然后呢, 到机关工作。 也很简单。 我很有幸啊, 感谢我们的知青联谊会。 因为我, 到这来以后啊, 不是刚才说这个,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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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介绍洋茶会。 咱还不够资格呢? 咱们是探亲啊。 这个, 这个, 儿子在那个, 这个报纸上, 查到这么个信息。 妈呀, 我知青活动。 哎呀, 我说好啊。 这个, 儿子给我联系了, 我就觉得, 就像找到的那个家一样, 有这么个组织, 同类人在一起, 挺好的。 好吧。 我简单。 我是那个, 孩子就是70年的时候, 是部队农场, 因为部队是当兵子, 就到部队农场。 那个, 有半年多嘛, 也挺好的, 一天, 我讲话呢, 那个就是说, 把猪喂喂喂喂, 不知道, 把自己喂胖了, 一天什么活动都没有啊, 成天就是这么大的组织跳动, 那时候还算不起。 还算不起它了, 哇, 你能挖吗? 能挖你喂喂喂吗, 我根本没有用炮啊。 一天三个饱, 三个早, 喂完主就睡觉。 一天睡吧这儿, 也没有电士, 真的, 后来刚才他说走后门了,后来当兵了 不对的,我这次来呢,就是来探亲前了十年 我是11月12号来的,刚来这儿,没有移民 躺不上羊叉,只是来看看 过来就算了 过来就算,真的就像老大姐说 来到这儿就让朋友给领了这个环境里的,很开心 就是见了刚才一绕这么多水扬的,哈尔滨的就是不觉得生熟了 跟在家的感觉一样,挺好的 哇,你看这温哥华的东北人不少啊,东北人 对,东北人挺少 不是,今天也比较凑巧,平时有的时候刚才拿哈尔滨去做的 对,我觉得今天是这样 是,今天是东北多 我们上去看了东北 这茶有半个东北老西扬,哈尔滨的 我姓万,我叫万艾琳 我是半个东北人 因为我的祖籍是浙江杭州,你是老乡 但是我是称在上海的 然后58年因为是苏联援建 150项目,我把我爸就从上海 就到了哈尔滨去了 然后我们就跟着去了 所以我58年到了哈尔滨 69年春节前 具体日子我就记不清了,就下乡了 我是六六届的高山 所以我是最老熟的 哇,那你是老大熟的 四十年 四十年 应该是四十八年 六六届 六六届的都四十七年 四十七十八年 四十八是早年 小一点 下乡到了山东的维县 不是老家 就是去偷群靠一个 哪个地方 维县 就是维坊的隔壁 维坊 维坊市的隔壁 叫维县 维县 维县 很有历史的 历史上,郑柏乔做过维县的县太爷 很有历史的,山东 中国的封面之城 对啊 沐山啊 这有吗 然后我在乡下待了四年半 那一年的讲文化 好,那我四年半以后 就改了 张铁生那年要考大学 我考的成绩当然很好 因为我是老 但是我们二次呢 可是呢 就因为有张铁生 再也就是得走后门 那时候就得走后门 走后门 但是我背这个文道 再说成绩就太好了 所以呢 就最后就落到了一个 全国最差的学校 当时全国有153个大数 和中科学校 我是最后一名 叫做燕台师端 就把我放那儿了 本来我已经讨上了 北京外国学院 最后给你调包调 就调到了那儿 调到那儿 我就去了吧 去了给你讲校 我去了以后 我的水平比达老师还好 我的同学好多人真是 连封信都不会写的 就当了工农必学员 毕业以后 什么也没学会 因为我们去呢 是两年半念书 但是真正念书的是 一百七十八天半 其他的时间 全部是贫零贫零和劳动 我就在那儿 就不能念书 我就不念 因为你念了就不好啊 你就白砖呢 我就不念 就在那儿 就这么过来 七八年呢 我是考研究生回北京 考的是北京外国学院 提醒你 八一年毕业以后呢 我就留学好 当了两年老师 八三年我到英国去留学 八四年我到美国去留学 八九年我就移民 不是 九零年移民到了加拿大 很高兴啊 我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既见了这么多老朋友 然后呢又相识了一些新朋友 特别感到高兴呢 是看到了我们正多的东北老乡 水羊就好几个 我的经历很简单 六八年下乡 我们俩是一样的 我出了二年 下乡五年时间 后来回来呢 抽到财毛赞见 那叫财毛赞见 到那儿 一直在商业工作 所以说 是去年开始 从半年家庭团聚移民 就是我等于是新移民过来 我看哪一家 对啊 你问一下 我知道啊 看去年 去年你们打那个太子圈吗 太子圈 对啊 都跑啊 先玩 我是野生就八戒 下一家 蓝天是吧 对 蓝天的蓝 他身上是蓝华的蓝 水羊 两点加三号 六八年九月十六号 不是我们十五号十六号十七号水羊 天天下降 可是六八年九月十六号 十六号下降 下降和了解 当两年以后 以后咱们一起来 从部队转业呢 到分配到水羊 当时叫电车修飞 现在叫水羊客车照 成年在 厂子担任过这个车前 总教 叫车前喜报全名了 哈哈 哈哈 也在厂子 帮不准掉了 生产这些事 都是不需要 现在是这样 退学回来以后 就是 家庭团队 放空来的 就是这么简单 孩子来多久 孩子来十多年了 哦 还是继续移民来的 就是不需要 留学 留学 明儿人见过 歌剧的时候 他办似四方 哦 是吧 那我也去看 是吧 他现在在RBC 我自己做财务策划 很棒 那你这个孩子手的洋场这个 孩子手的洋场 你们到了我们这个库库库上 我姓陆 我姓陆叫陆友伟 身在上海 我六八届初中 69年3月1号 我下乡下在基建英元边 十年 69年底回到上海 79年底回到上海 89年去美国留学 然后2010年 以为加拿大 先前再说 我跟陆友伟一起下乡 一个大队的 后来呢我比较运气 我就到冬塘去了 他继续在农村工地 你哪年出来了 哪年出来了 我去了三年 下山三年就出来了 那八七二年 上吊 是啊叫上吊 我不是说上吊 是上吊 龙正立出的上吊 没错 那是吊死的吊 上吊 这也是一个字 两个人六九年 同一天下乡 上吊那个是 那个 毛泽东最新最高指示 发表以后呢 那是上海头一拼 当规模的下乡 3月1号很光荣啊 交道欢送 然后我们 是从上海坐着船 先到大连 坐船我讲个故事 这个家长就送小孩 送到码头 很多人 这个原来都还平静 等到这船要开了 气地一拉 全 全船 码头 上下一起 一起大哭 这个真是壮观了 哎呀 那时候又像了 这个壮观 真的壮观 这船上 船舰 一群学生 站马上大哭 你下架子 大哭 因为我没有哭 我那时候不懂事 来一个人 偷偷 偷偷论 但是那个时候 哭 现在想起来 有没有留点 这么好的故事 留着一会儿 我也有这样的故事 接着到你了 我最后 我最后的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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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英怎么没来 王英有代表 代表 到底 到底 我确实带了 人民代表 我也是这个 对我来说好像十年一转 六八年下乡 比他们还要早 六八年 哪乡下乡 从哪儿下来 我们都是同岁的人 我跟他们 我们都是十二年 今年是十二年 十二年 我是六八年 九月十五号 下乡 到东北 你是初中啊 初中 从哪里 从哪里去 六八街 从上海 他们也上海啊 我们都是一个地方 六八年下乡 七八年回来 整整十年 七八年回来 七八年回来 七七年也去 他们冰暖 七七年恢复高考 对不对 对 当初的想法就是 考到上海 就回上海 考到其他地方 就不去上学 我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考的是黑炉江 考到的是黑炉江 我就没去 我想 为什么 我想回上海 所以我就等了 等了一年在农场 上海 七八年回来 回来了 没考 然后七九年进了人民银行 然后呢八九年到日本东渡 智慧留学去学研究生 九一年从日本智慧再到加拿大来 就一年 我还早 就怎么样 行吗 行 行 接下来 ok 待我了 我叫李培 五六年学生 成都人 七十年的时候呢 高中毕业呢 就下了乡 下乡就当老师 因为下乡也很近 离我们那个成都只有三十公里 叫新都县城 现在已经是成都的一部分了 然后去了以后 因为我是那会儿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 所以一次就下乡 一去就当老师 然后寒假暑假呢 就是我们宣传队的 文工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所以呢 一到 我记得我在那个田里 给我分到一块自留地 那因为我是老师 我又唱歌又跳舞 所以每一次我要去那个地里 去什么插秧子 挖那个土豆什么的 我们那那些农民就来帮我 然后就叫我 你站在田凯上唱歌就可以了 make your beautiful 就是让你唱歌跳舞就可以了 因为我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我们县里县 所以我就在那唱 我记得非常清楚 基本上很多次都是这样 那些人就帮我刨花生 刨土豆 什么帮我挑粪什么的 我就在上面唱个跳 所以很多人都说他们那个知情 生活就是说很艰苦 遇到了世界上最不好的年代 什么最倒霉的事情都被他们遇上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美好的记忆 对我来说 因为我的学生家长 经常给我 包那些什么桃子啊 什么什么苹果啊 什么什么吃的东西给我 然后呢 然后那些那些 受费最多的 你什么早期受费 对对对 因为我读了高中 你等会讲 OK OK 好 简单讲 简单讲 好 讲这个 讲这个我想讲的 就是你们刚才说那个 关于洋茶队的事情 我觉得我是真正的洋茶队 我在93年的时候 我是从那个成都中国科学院 成都分院 然后蹦出国的 当时去的是美国洛杉矶 我当时去的时候呢 只有三个月的签证 然后呢 只有三千块美金 我只带了三千块美金 我底下只有那么多钱 带了三千块美金 没有身份 没有语言 没有钱 我一个人去的 到洛杉矶下来的时候 没有人来接我 当天晚上没有地方住 但是呢 但是呢 我要就是说 我呢 不但要把身份搞定 美国的身份 还要把女儿弄过来 我当时单身又离了婚 然后呢 还要打兵下来 还要赚钱 还要寄到中国 OK Anyway 我现在先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在93年的10月1号那天 那天晚上 我那个roomer 我当时是 我们三个人租了一个 一个house的楼上 三间房 一人一个 然后我最记得 我那个roomer叫做张阳 他跟我说 我们当时聊起来 我说我是中文科学院 成文科学院过来的 他说他是北京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地质学院 什么院 反正都是那种知识分子 过来的 然后我们当时就聊着 我说我在中国有车 我早就买了车 因为这个都是 也不是 这现在讲不到 反正就是我有车就对了 然后呢 他就说 哇你是有车阶级 我们这些人都是 到了美国以后再买了二手车 你在中国就是有车阶级 我最记得这句话 所以这就 OK Anyway 他就说 今天晚上 他有一个朋友家里开party 邀请我要去 我当时想肯定是那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国庆的party 对不对 10月1号 我说好好好 我就把我中国带来的高跟鞋 连衣裙 丝绸的 什么粉红色的 搭点小装 长头发 然后呢 然后就跟着他 一会儿坐他的车 到了晚上我们就过去了 去了 那时候也和我洛杉西 那个大的那个 大房子 大别墅 里边那个灯火辉煌 已经有好些人了 但是没有一个女人 除了我一个是女人 然后呢 那些人就 在这儿喝酒 唱歌 等一会儿就叫了那个 叫了三个那个 叫什么 叫了三个那个 美国的白人 你们要不要我说洋茶队 对啊 现在不说 现在不说 等会儿再说 故事流动破灭 我这个故事精彩得很 等会儿说 叫做 我有一个标记给他 叫做 和台湾人过中国的国祖年 好 而且是93年 先介绍完了 都有机会说 行 我姓曲 1952年生 1968年初中六七届毕业生 1968年12月31号 毛主席12月22号出的指示 31号统统下下 1968年的12月31号 绝对的 你们不要争了 这个你到什么史料上 都可以查到 我12月22号那天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在剧院里看电影 看完了最后不要走 毛主席指示来了 弄完68年的12月22号晚上 一看指示 我心就凉了 因为为什么我家有个哥哥 67年的高中毕业生 1947年生的 我是52年生的 本来他智工 他智能我智工 说好了 我就自动的 在那一天 只是一下 所有人到农村里去 没有留在城里的 所以留在城里的 就是有问题的 这个另外说的 1968年3月31号走 1971年的3月6号 我们106个资金 108个资金 从农村里一起进了一个工厂 智能计算厂 我当时是断工 我爱人是魔工 我爱人今天跳舞去了 我爱人是老三街里面 年龄最小的 1954年8月生的 68年的初中毕业生 没有比他小的 我全中国走了这么多资金 后来我在杭州北京 新疆 内贸 河北 我都工作过 当过经理 董事长 公务人员 都干过 我都没有碰到这么年轻的资金 所以你把他给拿到了 不不不 我们那时候都在团委 我们在农村两年 你记得他爱人吗 我猜一句 非常漂亮 最小没有比我爱人再小的 50年呢 没有的 那他能上小学 五年纪 四五年纪 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跟你一样 那他怎么能上得那么高 他就是上得这么高 五岁上了 没有五岁上 他呢是六岁上的初个小学 五年纪的小学 我们浙江有五年纪 我也是五年纪小学 对吧 文化大革命前的五年纪很少的 很少很少 中国是教育改革在浙江 有几个地方是 1954年生在杭州的我老婆 她今天跳舞去了 我们执行团队也会跳舞 所以没有的比她再小的 对吧 所以心态很好 我们两个人呢 主要在农村时间短 所以在农村呢感到得到了锻炼 我在农村 参加了工庆团 五号社员 五号民兵 平上了以后 进了五大就是团围 我们两个人就在同一个厂的团围 我是宣教委员 他是文体委员 我们这么熟悉 是吧 所以我们的经历呢 我们感觉到 跟习近平说的话一样 在农村的这几年锻炼 对我们一生都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走到哪里都很开心 2006年我投资移民过来的 对吧 到这里大概七八年了 最遗憾的一点 就没有学好英语 我就是 当时 学英语的时候 就初中学的 把他猫腻踢去 这个基本最老 其他都忘了 真的 我说过 我可能大以前 我是那个老三届 最高一届 我是十八年 对 十八年 我是北京十二届 六八年 六月二十一奥 全于黑龙江 建了农村 六六届是六八届 六八届 六六届 真的老大 不是六六届 高三 高三五 我就是 还转业念农村 不是 我是中学的 超 所以说是 我插队 我没有插过队 他怎么在 你插队 我再上给姚路吧 没去过农村 他在哪 我干过农活 他农村 谁啊 他农村 他农村 你打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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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 没掌握工资 五年 七三年 困队回北京 你叫什么 就是北京的 地用两个兜 你坐的那块说话 你跟上你一块说 你坐的那块坐的 你坐的那边坐的 听不见啊 听不见 还没有 十八年 像黑龙江兵团 二届团 八五三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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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入训练 就是那个什么 叮铃 什么玩 最后我那个船 燕火岛 就是那个班 六九年 这么早才一参加 七三年就不北京了 七三年就不北京了 七三年困队自个儿 一半就走 那次大年都 大年被禁止了 就是我早回去一年 如果是七三年我不回 七四年高中生 也都不叫我北京当老师了 就是我的同学转年 他们都会 因为我们是高中 北京 把高中生都捂下去了 然后 不用说这些土茶队的事儿 就 我也没有工程医学院 七七一高高 也没想到 九二年出房 是 羊茶队 不叫羊茶队 我是羊茶队 九二年一出来 太太 是自备留学去澳大利亚 哪一年出来的 九二年一月 几月 就是澳洲 澳洲的国庆天 还是一月二十五号 我就那天都到澳洲了 就是北京三九天 最老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 几个小时 也就是十个小时吧 就飞到摩尔本 就羊茶队就用开始 那我说 我比你们简单 我那个 英文名叫Perry P-E-R-Y 实际呢 我叫 姓 种地的种 念崇 崇秋平 一九五二年生的 六九年五月去内蒙兵团 我是六八届的初中的业生 没有像你们那么光辉的一点 受了很多的苦 而且呢 家里有点问题 就在那也 没入团也没什么 但是我劳动表现特别好 后来呢 过了几年后来 就是有机会 在兵团呆了五年 回城当过一年烧锅炉的 当过一年管工 当过两年 汽车秀旅工 77年有机会上大学了 然后呢 毕业了以后 中海又工作几年 嗯 九九年来江南大陆 就这么多 那个蜀光 你介不介绍一下 大家好啊 认识一下啊 我姓贾 呃 大家叫我蜀光就行了 蜀光是我的小名 另外呢 我在Q上 大家看蜀光也就是我 啊 这便于大家认识 我一听呢 在座的都是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 哈哈哈 下乡 我也下过西洋 但是我下乡的时候 那就是1975年了 好 真是感谢邓小平 这些恢复高考 我才考出来 那忽然也得在一起 哎 什么时候出来的 七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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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啊 这儿 呃 我是 零八年来的 零八年进属移民 跟国内干的差不多了 要 还没退休吧 快的差不多了 就是零八年进属移民 全家来了 完了 另外孩子 上这上学 大学 你也给这年研究生 就换个地方 换个活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